新城鄉公所7月份推動全鄉意外保險的提案 並且在5月份代表會的時候 送到代表會來進行審議 新城鄉民代表會主席表示 將全力造福鄉民的社會福利 讓鄉親們多一份保障 我們一集在5月份的時候 我們要做發包的工作 他說全鄉零稅到往生 出生到往生這段時間 通通可以在意外的時候 我們保險公司來做禮拜 而且可以重複的保險 如果個人在保險公司 也有投保意外險的話 可以是重複的保險 只有民眾都不用來出一毛錢 去年11月份 新城鄉民代表會定期大會的時候 新城鄉民代表林國賢併協提案 並表示要並行全鄉免費納保意外險的政策 同時也獲得新城鄉共署的支持 並且在今年度5月份送到代表會進行審議 代表會陳修宇表示 這是新城鄉首次的社會福利 代表會則是會全員的支持 對於我們新城鄉這次 由林國賢代表在去年所提出來的 這個全鄉鄉民意外保險的那個提案 獲得我們全部代表一致同仁後 都通過以及和鄉長的大力支持 也希望說能夠很快的來推動執行 但是因為經濟那個裁員有點困難 而且就是說它的規範上 還沒有寫出很好的規劃 所以我們是希望促進公所那邊 請他們盡快把完善的資料送過來 代表會審議 讓我們的鄉民能夠都受惠 尤其是我們新城鄉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是原住民的人口 但是因為他們是屬於比較希望 我們能夠多去關照的一個區塊 那勞工意外保險雖然金額不多 就是說可以領到的金額不多 但是對他們來說是不無小補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能夠安排到最完善 對於每個鄉親都能夠受惠 今天鄉長和立台表示 鄉公所所有同學們進行研議計劃 在五月份提供在代表會進行審議 同學們也對新的社會福利 則是進行著手規劃辦法內容 同時也進行討論意外險的措施 鄉長和立台相當感謝代表會的支持和建議 公所者會集結業的造福鄉親 讓意外保險能夠讓大家受惠 記得永遠請下輩導